一定要把它稍微记熟 如果以后记不太起来 至少你要在某个地方找到它 放在笔记本也好 或者放在云端上 好像我很多东西都把它放云端上面 反正需要的时候 有的时候写不同程式 难免会忘记怎么办 把它打开看一下 大概就知道了 那Python的好处是 它的程式语法 真的很实觉 而且就没有几个字 完成我要的动作 而且还不是只有那个 就是读档 可以这么简单 它写档也很简单 比如说我今天只有一个什么 这边只有一个那个 假如我今天呢 我把它重新 假设我要产生一个什么 英文好了 英文成绩 英文成绩呢 如果说我今天 像刚刚我们是按右键 new一个file 然后再打上什么 eng.tst 然后再输入 可是如果你觉得 这动作我也不想做 以后的话 我也可以用程式 自动产生的话 其实呢 你很简单 如果你要产生 英文成绩的话 把它这边删掉好了 你只要一 再开一个新的module 二的话呢 只要写两行程式 就搞定了 两行程式 第一行的话 其实跟刚刚读档 这一行 Ctrl C 里面的话 基本上都一样 其实就是把这个改成什么 改成W 第一个 R的话就读啦 W就写 写的话就是 我要写一个档案出去 那档名如果说 我不要是中文 我要用其他eng好了 英文 所以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执行这一行 它就自动帮你建一个 新的档案 OK 那但是我希望呢 建一个这个新的tst档案 所以你会发现就这么一行 它档案就建立了 所以相当简单 以前的话 用其他语言呢 真的是很麻烦的事情 那第二个动作是 我要把成绩写出去的话 当你成绩也许是在某个地方 我们假设已经读到了 那我就可以用F里面的方法 点什么呢 顾名思义码写出去 对 right 刮符 然后呢里面的话 就是分别把成绩打上去 比如说我今天的话 就是第一个成绩 第二个成绩 假如这样 我就打 随便打几个成绩 好这样的话呢 我就已经 这个已经 完成了 成绩就可以输出 两行 以前的话 做这件事情 真的很麻烦 把它save一下 接下来我们把它执行看看 所以一个open 后面就是一个什么 档案名称 跟一个你要输出的模式 再用right把你要输出的东西直接输出 按执行看一下 那如果说成绩如果没有错的话 理论上的话应该会是 就是一个自串 它这边显示出 特别就是它输出的话 一定要是一个自串 它一定只能用自串处理 它不能说你给它丢一个什么triple 或者是说丢一个那个list给它不行 所以呢特别注意这个错主要是你write出去的东西一定要是自串 如果不是自串它没办法接受 所以这边特别注意一定是要自串 那也就是说呢 自串里面假设你将来读进来刚才是split 如果要写出去的话一定也要是一个自串 把它执行一下理论上这样子 它就帮我把这个自串写进去了 那我怎么知道有成功 有没有成功 请你到这个source这是按右键 把它refresh一下 这边有个重新整理 refresh在这里 把它refresh 你会发现eng出现了 打开它之后的话 里面有没有成绩用 ok 也会是你要的 那目前因为我们输入资料 写入资料 读写都是数字 所以还不会牵涉到那个所谓编码的问题 那因为编码我们前面有遇过啦 什么有那个unicode utf8的问题 有没有 那微软 因为我们现在在微软环 window底下 所以它是用那个 它自己的那个编码方式 用什么lnsi 那如果说我今天假设是资料来自于 那个像google的环境 像google试算表 所以待会请各位 帮我做一件事 延伸的练习题 帮我从那个云端上面 去下载一个档案 如果这个档案 我希望呢 能够把它读到我的那个什么 这个python里面的话 首先第一个member 那是不是这个 member这个也一个 这个member帮我打开一下 我看一下这个档 云端上面 我有讲的这个目录 或者是另外一个 你也可以从那个 就是member 或者是会员资料也可以 然后呢打开这个member之后的话 档案这边有个下载 帮我下载成 看用那个tst好了 把它下载下来 那tst下载之后的话呢 当然呢 目前这个档案是在 这个路径底下 c底下的users users这边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把这个资料 第一个帮我读到 哪里呢 读到我们的python里面的话 该怎么做 ok 读档哦 所以待会的话 我们有这么多 然后当然的话呢 最好你也可以拿来做统计 比如说不过 当然统计就不是 那个python哦 可能你要额外再写一些东西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这期待会儿 这么多 我们不得了 这期待会儿 就不得了 这期待会儿 这期待会儿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